LM Studio 有人想要本身自驾Server 所以找了一下专案 个人也不是很熟悉 你搜寻一下这个 它会告诉你有这个东西可以报 那下载适合你自己的版本 我在Linux下 所以我下载Linux下的版本 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起来以后 那你要先下载模型的档案 模型的档案在哪里 这边有你 如果你已经有下载好的 在这里 选择你要的 如果你没有模型的话 在设定里面 这里 这里有很多的模型可以下载 这里 很多英文 那你就自己选择你要的一个模型 有大有小 或许你够强的话可以自建模型 好 那我们首先把自己我前面已经挂好的模型 把它载进来 好 伺服器把它启动 启动注意建议你这几个都把它打开了 建议你都把它打开了 打开来到我们OSEP 那这个是在Github上面的版本 好 我们来问它 你结果会发现说 它不理你 那这一个档案是我在 应该是说离线版 它是把它下载成离线版版 应该是把它抛下 这牵涉到伺服器安全的问题 那我这个是本机上的档案 所以这个伺服器 比较不会挡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我们来问一下 然后你可以在你的伺服器这边看得到它的回答 它的回答 那我再看看要怎么设定 可以把Github那个 这个Server把它开通之后 让你可以直接使用OSEP 这一个直接来问 就不需要用仪线版来问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目前LM Studio 可能先用这个方式来解决 这样你可以看得到它在问 它在回答问题 那最讨厌的应该是这一个 在不同机器之间 它为了避免机器人的攻击 它有所谓的CORS的问题 CORS是避免用机器之间 你一直来帮我问 把我的机器伺服器全部占掉 类似DOS 它要预防你有这个机制的功能 它直接把你切掉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使用机器对机器来问问题 那你使用使用者界面来这样问问题 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样这个来的问题是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是人在打 那如果你是使用像我们这个浏览器 这个算是一台电脑 去对另外一台电脑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 它的防护机制就会打开 尤其我们OSEP是使用Web界面 那个安全性来说它的控管就更严 好 这样子它就会回答出来了 那有没有回答完 你可以在这Lock档里面这边看得到 这边它就回答出一大串 好 这个是LM Studio 的使用 再买一大串 这个是LM Studio 这是LM Studio 3D 3D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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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5D 6D